由花蓮县创育联盟和花蓮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 共同办理的《魅力观光新旅游2020东部产业发展论坛》 17号的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县长徐真卫表示 面临疫情的冲击加上进入旅游的淡季 如何在危机当中找出方法来寻求转型的契机 希望透过观光论坛吸引游客来花蓮观光旅游 《魅力观光旅游行》 东部产业发展论坛17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召开 而这项会议由花蓮县创育联盟 十字育成中心国立东华大学育成中心 与花蓮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共同办理的 现在许春文也前往主持会议的召开 明表是开学之后即将进入旅游的淡季 县府将继续推出多项旅游方案 先游客到访 要把人潮留在花蓮 这个月月底 我们也合作了办了一个 银法族的总独深度旅游 这个部分是 其实银法族是现在很多旅游的主流 而很多的事业有成 在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或为家庭来老兵的时候 其实很多都忽略了台湾的美好 以及身边很多很多的事事相向 事事物无 所以其实在银法旅游的部分 现在很多的就慢慢的安逆下来 而且找一个地方三天两夜 甚至是四天三夜就固定下来 慢慢的品味这个土地的美好 这个土地的温度还有体会到人生以及天地之奥妙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不断不断的推进的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深度的文化感动你的内心的时候 人会越来越丰盛 而且人会觉得自己的越来越渺小 越来越谦卑 那时候这个我相信 每个人心中就是富足 而这些的富足就会连带的给很多你身边的人 而这个产业观光产业的走向 就会非常非常跟很多的文化打结起来 这就是力量 这就是人生的力量透过旅行 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 而且你的视野更加的宽阔 你的人你会更加更加的包容 听到以及看到更加的多元的文化 所以今天我要谢谢时事中心 林庆廷董事长 以及我们赵汉杰校长 今天真的是不容易能够播整下午 在这里做论坛多演讲 那这位也请我们所有的局处 以及我们所有的希望在他的业务上面 其实有新的观念才有新的启迪 对于自己的公务商更能够真能赔利 让他的服务以及他未来做计划的方向的时候 更有一些软性以及温度的计划 这是我们希望去做的 在全球疫情人缘距之下 这一项论坛以文化与数位赔利如何带动观光为主题 分别就传统产业数位转型 生态部落旅游 数位旅游等面向进行演说交流 藉由分享连结在地文化与特色 创造高价深度服务案例 让在地企业以感动体验 永续旅游作为化妆招牌 持续发展魅力光光 记得终于化射不到